歡迎錫索手記 錫索手記 錫索手記 港股是否習福上落 沒什麼動靜 拿回上個星期 再前的星期 再前的星期 那便講完了 都是等6月10日 直接跳了就不用講了 不用講 不斷看圖 快點去去 好 第一你看到了 這樣橫行 這裏已經開始這樣了 問題所以 著到什麼時候 這裏都是打橫行的 著到之後 會跌跌跌 然後就 聲上去 若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去看看 這裏有幾樣東西 看看會不會是 6月10日 有些刺激了 當然大家知道這個MSCI 是下個星期的事件 那現在 又爆出一件事 美國Vanguard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基金 裏面來說 他又說 我已經去了 富士指數那邊的 新興市場基金 他還說 他在第三 第四季開始買東西 7月1日買貨 哦 是啊 是吧 是吧 如果那個 大哥大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基金 之一 如果大哥大 他都說 我會7月1日 即第三季開始 考慮買貨的話 是吧 那你其他散仔 我們這類這樣的人 會不會想著 6月20日 8日就買貨 早一兩步 是不是 到時給他一些貨 是 那你認為 他如果說 這個是7月1日才買貨的話 是吧 那為什麼我6月28日 因為香港是 T加2的 嗯 我28日買了貨之後 那時候都是7月1日反映的 嗯 6月只有30日 7月1日沒有貨 是吧 不是我意思這樣說 是 7月1日沒有貨 是沒有問題的 是吧 因為他就更好 為什麼他買了貨之後 那時候 7月1日沒有貨 那7月2日才有 外面 外面7月2日有 那你就6月28日買 他也是6月28日買的 嗯 因為他買了之後 T加2嘛 嗯 所以他買了之後 下了order之後 還沒有在他的帳目上 反映的 哦 所以你不要以為 他7月1日就是他7月1日買的 如果他真的做了 他應該是打正其號 合法地都6月28日做的 嗯 所以你是不是6月28日 6月28日 怎麼賣了給他呢 嗯 那還有一件事 你6月28日之前買 6月28日就去買 那你沒有6月28日買 就是我6月28日給他的嘛 升得多少呢 那你是不是可能 你需要在這個6月 就是20日就買 起碼給他升個星期啊 哦 買回給他 因為如果一個星期的話 每隻股票一天升1毫子 都是7毫子 是 是不是 不是很多而已 嗯 你還要賺深一點 你是不是6月15日就要買呢 哦 越趕越早 哇 越趕越早 那你想想 所以 起這件事就是這樣 嗯 如果不小心 摩根史丹尼還宣佈 6月28日說 好吧 我也要入你一點點 這樣 大家都說 很微的機會 他已經說到很微的了 美國佬沒有理由會給你的 嘿 你看南海半島 南海局勢那裏那麼緊張 哪裡會給你呢 哇 給錢你 銀彈 給銀彈你做飛彈 嗯 是 是吧 我肯定是卡你的腳 所以這件事 沒問題 不過你卡你的腳也好 不行的 世界的投資者 認錢不認國旗的 是 是 倫格是美國最大的基金之人 嗯 他的指數就是這樣 上證指數繼續升 升 那 有個流心的 哦 不要以為上證指數呢 是一定會繼續升的 我個人看法 見出這樣的陰燭 跟著彈回上來 如果他不到這個位置 彈穿上去 就在這個位置下回來的話 不好的 哦 最低限度都會下回來 這個通道中間 就是這個位置 那即是這個是4500度 一兩天就到了 是可以一兩天到的 再不好的話 就跌穿這裏 很簡單 這個雙頂 那於是 這裏上面就是 五千點 這裏4400 下面就下回來 這個位置 嗯 那 若然是這樣的話 對鋼固有什麼影響呢 都不用說了 是 是 深城指數 好樣少少 它已經突穿錯了 你現在希望就是這樣 深城指數為什麼突穿錯了 因為它不是金融股為主 它是製造業為主 是 好像這些 它能夠突穿呢 就繼續上去 那它會不會繼續上去呢 不知道了 大家看看吧 但是A股 上海的時候就不太好 那現在這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些就好像 直接這裏這樣 就是上升A股 就好像這樣 跌不上去 不好的話 就這樣下來 它未必一定做個雙頂 這裏很多人會說 做個雙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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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這個階段 是下來的 但是我會覺得 美股在這個位置 1760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穿了的話 真真正正不說得少 是應該下來 下面這裏的 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下來呢 不知道啊 碳吹菌 突然之下 不知道為什麼 美國國防部 寄了這麼多碳吹菌 信封出去 好啊 接著 美匯指數 不肯上回這個高位了 我們經常說 美國可以的加息 你說美國的加息 加息的時候 應該支援到 美元上升 為什麼不上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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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當然有說 啊 美國的經濟不是太好 歐洲的經濟好像好樣些 那益視告訴你 如果美國經濟不好 歐洲經濟更好樣過你的話 那你的股市 回到來看股市 就應該這樣 就應該下來這裏 美人都要一元 嘩 其實 去到一二五了 是 是 是不是 差不多 一月五的時鐘 為什麼呢 你入圓 它又再弱 就是這樣 好 就是 未有機會 建議一六住 我不擔心 我始終以為 它一定要回來 一六這裏的位 為什麼呢 因為 日本的經濟 等等那樣東西 你不可能 是靠這個 這樣的 貶值 來它可以得到 是 因為你有很多東西 是可以 現在日本的貨 已經取代了 不要忘記 南韓 南韓 上個月 它出口量 跌了20% 南韓如果出口量 跌了20% 反應什麼呢 世界需求真是萎縮得很厲害 而南韓的出品 和日本的出品 是頗有相似之處的 是 是 另一件事 如果南韓出口跌了20%的話 南韓不跟你死過 減價 是不是 若然是這樣的話 日本的出品 將它怎麼做呢 那我又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有些 是要留意的 在這一點裡面來說 日本又將會怎樣 可以使得到你的 經濟等等 還更加可以有氣息 我有困難 有個擔心 是 我是不擔心的 因為日本人 明白 我的樣子很清楚 因為立場很明顯 是 什麼立場啊 不要說 哦 好 三招 嗯 謝Sir 看回 希臘這方面 人們又開始說 會不會他的債務又違約 又會不會說 咦 可能搞不定 最終又要脫勾 又成的 謝Sir 是不是應該很樂觀呢 對希臘的問題來說 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有七成的預期 希臘那件問題不會爆煲的 哦 七成有幾個想法呢 這個的年輕希臘仔 都是很聰明的 很簡單 就是那個年輕總理 我想全世界最年輕的 他做總理 是 他是很聰明的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做什麼 他要知道呢 他要走一條鋼線 嗯 他的選民 是要求有福利 是 就是呢 他的債主要求他 減福利 是 那 你則認為 做一個這麼精明的 年輕人的總理 嗯 他的政治前途 怎麼只 只有一屆兩屆 他選完一屆兩屆之後 可以停下 繼續來的嘛 是 他可以走回去普京 和梅特利夫那樣的兩位 兩兄弟 你做完兩屆 又到我做兩屆 你做完兩屆 又到我做兩屆 你做完兩屆 又到我做兩屆 在他來說 他一定是很簡單 不會是這麼短命的政治生涯 他既然是要做一個這麼長命的政治生涯的話 他一定要有些方法 在他留在那個位置裡 就是在其位 要在其位 那些人怎麼可以呢 硬賴債嗎 人家馬上斬你 即死 債是不可以賴 賴少許 你可憐一下我 減一點點 利息寬免 債務重組 可以得 是 那債務重組之餘 中間又怎樣 本來一百元的還八十 都可以 真的不可以說一百元 我全不還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會套在全球的經濟體系之外 還有一件事 我只是講一個問題很簡單 假如希臘是脫離了歐洲的話 即是他不用歐元 他用什麼貨幣呢 用回以前 用回以前 對 你用回以前的貨幣 你引得切嗎 以前的都沒有了 是 你又要再找人 印人子機來印 怎麼印 你印得切嗎 我覺得有一種貨幣 他一定用得到的 來香港幫助我們 用陰獅子 因為全球好像只有我們 中國有陰獅子 這些是免費 你隨時可以拿來印 吸引上去 還要很大的面額 是不是 那就搞定了 如果你要印其他的紙的話 你想想 你走去 你走去其他地方印 假銀子出來你又怎樣 你真的會找個影印機 印得到嗎 是 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點點 我只想想 怎樣 用什麼貨幣呢 怎麼可以準備 這一塊的貨幣的錢 這個不是說 是一兩千的問題 是 是說 幾十億的問題 一民間的貨幣一定有 當然你可以說 我過到幾間 我還在用這個歐羅 因為我的歐羅還在那裡 行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用完之後 我都說最終 你用什麼貨幣呢 是 好 你好不好聽 買個海底堡去印銀子 印銀子機 你沒有錢 是 是 是 所以你說 希臘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看看 看看這裡 好 15億歐元的貸款 相關於52億歐元 好了 全部加上多少 67億 67億歐元 折合成為港幣 大約是大約700億至800億左右 港幣 800億左右 港元 多不多 多不多 應該不算很厲害 是嗎 是嗎 很簡單 我們香港人 用一半的每日成交金額 是 搞定 我們搞定希臘 以後我們去希臘旅行 免費 是 是 是嗎 你借給它 你還是拿回一些東西 是 好了 那你就會有多少什麼呢 就是有6月18日 25日 30日 7月 做這件事 是嗎 其實最主要是這件事 就是援助計劃結束而已 哦 不是要它還錢 是 那就是這70億歐元 那就是又零了八百億 那我們這裏的 和這裏的 就用一天的港股成交金額 頂著給它 是嗎 所以你看看 真的不是問題來的 是 但是它沒有問題 是 如果 我們用上 就是A股 是 兩個 就是上政 和深圳 和創業班 二萬億 一天二萬億 是 是 是嗎 就是 中國人不怕 豪它 我打救你 是 我將一天的成交給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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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當然說這件事出來 當然沒有人會這樣做 有一個人叫俄羅斯 還有中國政府 如果真的逼得這麼緊的話 你要俄羅斯和中國政府 會不會出手呢 因為俄羅斯出手 肯定保證到 在希臘這裏 是很容易 將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以後那些石油氣管道 或者天氣管道 是不需要再經烏克蘭 入希臘 再跟著 就是由土耳其入希臘 再跟著去其他歐洲 那個總制 就不再去烏克蘭了 就是在希臘那裏 希臘 這個年輕人總理 你真的沒有想到這些嗎 是 他很早已經一開始已經說 你歐洲不給錢給我嗎 我去問俄羅斯借 那你又問 俄羅斯已經經濟很差了 你怎樣 你借錢給別人 沒問題 俄羅斯有個兄弟叫中國 是 如果我剛才說 喂 如果這樣出來之後 你一路一帶 就無牽無掛了 我條這個管道過得到希臘 即使你一路一帶 騎著我條這個管道 在上面就已經行到 是 你是不是去到歐洲呢 洗鬼再進去烏克蘭 洗鬼再進去波蘭 是嗎 同時 一路一帶 如果真的要起任何的交通就先 當然去南歐的 不是去這個 那麼多是北歐那邊的 北歐那邊 一北歐就是什麼呢 挪威啦 瑞典 我想請問 那邊是雪多還是人多呢 所有交通一定是需要找一些人多的地方 由希臘過去南斯拉夫 再跟著過去意大利 再過去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等 喂 那裡 是不是人比較多呢 難道去瑞士 是不是 然後再由意大利之後 逢一條路 逢一條路 過阿爾卑斯山 就去德國 最終主要的地點是德國 德國 法國 原料 英國可以不去 是嗎 是嗎 再跟著 挪威瑞典的 去到那裡 人家有綠車 是 是嗎 在那裡 建那裡 建那條高鐵 你不看那些片集 《波蘭達》那些片集 嘩 開車開多遠 都廟無人職 建那條高鐵去霸鬼 是嗎 是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就是這樣 好了 再跟著這個狀況是怎樣呢 由3億歐元 我想請問 如果我們70多億都不是大問題 3億卸市什麼問題 3億而已30億而已 是 是 我們 連唐口岸 追加部份都85億了 是 是 是嗎 好 再跟著 這些東西等等等等 那樣東西 唉 所以這件事 很簡單 又換了一百一歐元 斷水 希臘文章一定不會被他斷水 在這裏歐元走勢告訴你 你不知道 如果希臘佬真的會死掉的話 歐元在哪裏 不是這個位置 是嗎 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下面 去回0.78 是 破一 現在怎麽還在這裏呢 那麽就講完問題 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是嗎 起碼會市告訴你 尚不是問題 因爲會市的變化我不知道 至少暫時來告訴你 尚不是問題 直到昨天為止 你這裏圖應該到昨天 今天 是不是 所以不是問題 好 那我要提醒一下 其實 對這個的年輕人總理 他很清楚知道 希臘問題死在哪裏呢 死在兩件事 福利太多 稅收不到 福利太多 唯一一件事一定要做的 就是減退了福利 可不可以 又說要等市民有福利 對 我真的要市民要福利 是嗎 我都很想請你吃東西 不過我現在真的窮 剛剛今天港股被人夾了上來 我又沽空了 我又輸了 所以 你捱捱世界 今餐不好吃 如果外面的債權 不是打到來 告訴你 咳你借 咳你咳你 於是他就沒有藉口 跟老人家說 各位老爸 大家可以減少福利 其實他眾中知道 你債是一定要還 福利是一定要減 有哪一個人 有哪一個人 是蠢到這樣 他可以告訴你 我不還債 我可以加你福利 我已經破產邊緣 還可以加你福利 你 這些只可以有一件事 是絕對聰明的人 騙一些絕對蠢論的選民 才能做到 是嗎 希臘佬當時信他 信這個 將會救世主 是可以增加我們的福利 又不用還債的 是 是 你認為希臘的選民 是 買個希望 不是買個希望 是買個謊 最終他一定要做到 如果他不讓人家說 外面已經拿刀斬我 不行了 不行了 再不是這樣 希臘會四分五年 死了 被人家搶了這些東西 人家債主進來 就會 奧林匹克那個點火場都拿了 你行不行啊 不行啊 是不是 你那裏甩了很多漢毛 等等這樣東西 是不行了 所以 減了福利一百 一定要國難當頭 才可以減到福利 如說製造到國難當頭 債主埋身 債主埋身 是嗎 我很相信 其中一樣東西 兩邊談的時候 IMF和歐洲人 就告訴他 你這樣也不是辦法的 你最終要減一些福利 減吧 他就告訴你 我不是不想減的 哥哥 你知道我減了之後 後面的人會斬我的 那怎樣做 你拿一把刀來斬我 沒有啦 我是英國斬你 對啦 你斬啦 嗯 早上見老風 我卡通一點 不過我告訴你 很多閉門會議 會不會有這種討論 是 我可以說 就算香港 有很多是 身之談判 都有些人這樣說 是有些人告訴別人 跟資方說 是談不完的 不過 你都給我 都要坐兩個小時 嗯 是 坐完兩個小時 這邊喝咖啡 這邊喝咖啡 兩小時之後 我每次都說得出來了 都會談不完 就是這麼多 嗯 是 是 我坐在裡面跟人爭吵了四個小時 你不要以為我這些演戲 是真實的 哦 是 因為我有個朋友在裡面坐在那裡 嗯 不過不是坐在那裡 不是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嗯 是 那就好 讓你坐在那裡就交代 你坐在那裡 我坐在那裡 大家坐兩個小時 嗯 是 坐在那裡 是 是 血都咬到 唉 那些人真是沒有什麼人性 唉 不過是這麼多了 是 完了 嗯 是 是 所以我會覺得 希臘這個問題上 將會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希臘 是應該會減一些福利 嗯 而IMF那方面 或者歐洲方面 要減少少債 延長的還債期 所以叫債務重組 那它告訴你 啊由於你減少這些福利的支出 你又增加了這樣的稅收入的收入 收入 因此呢 你的balance sheet就靚了 那你的balance sheet靚了之後 因此你有錢就還給我了 不過你的balance sheet呢 是靚了 不過不是靚得很多 是靚了一元而已 有一元的財政盈餘 因此你欠我的一百萬呢 就需要用一百萬來還 債務重組 是 拉長的販款期 那再跟著那一百萬裡面呢 我們減少了 不過以前跟你談 是百萬利息的 例如我不知多少利息 那現在就談得怎麼樣呢 我們減7萬利息 7萬利息 現在來說你的大耳窿呢 是 是吧 那就挺好 若然是這樣的話 那於是債務重組就完了 最終 你不要給我提示 希臘人的福利 就這樣剪掉了 剪掉了之後 你才有錢賺 當然他一定會做一件事 就是增加他的水手收入 也要加速某些變賣的資產 那如果能夠做到這兩件事 那再跟著他又或者找到 有俄羅斯的幫幫手 中國的幫幫手 那就解決問題 就是這樣 那就是對市 我是比較樂觀的 當然 你說會不會是 就是 捏出血 我不知道 我也是認為 有七成機會 是談得好 不過談得好就是 叫做 斬我 我是斬你的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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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以前有這麼久的風流 或者你爺爺 你老爸 拿了這麼多福利 這個是負債爺債 要宣償 那你以前的一輩子 拿了這麼多福利 那你國家的而且確給不到這麼多福利 沒有這麼能力給福利出來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 現在要立回庫頭呢 就是現在好像情況一樣 你前兩個月 滾卡 滾爆了卡 跟著後面那幾個月 你就立庫頭 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一你去打劫 嗯 二 你可以炒股以後 賺錢回來 三 這個我不要說 哦 說完 死掉了 或者你報破產 是 是嗎 那你一是用正途賺錢 一是用非法途徑賺錢 而你將自己身敗名裂 那債務一定解決到的 是 是 錢債監不跟以前 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 如果你欠士頭婆 八個書領 她就會斬你 稅啊 她會斬你頭的 是 現在你欠稅 都不用斬頭的嘛 那她就拉你去坐牢 拉你坐牢 她還要給米飯錢養你的 是哦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組織裏面 我覺得 如果大家 用我這個壞思維的想法 用一個所完全是一個 不是正人君子 而是一個壞鬼政客的想法 你找到 應該是差不多 是 我說明了 有些政客很正義的 是 是 是 什麼人都有些 是 明白了 謝謝 好 想重溫分析 手機囊 歡迎來到HKET.com的短片區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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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吃 嘩